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用壁如蛇蝎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我越走越快 只想赶紧离开 至于背后那两道灼热的目光 就去他的吧 小雨是我的助手 上来塞我手里一支保温杯 陈兴姐 你刚才 说就说吧 还做了个快要吐出来的表情 我赏她一记大白眼 这丫头跟了我已经有一段时间 平时就是老妈子属性 嘴上不带把门的 我后悔带她出来了 尤其是在顾雨琛面前 是不是有了 小雨一惊一乍道 我拧开保温杯 喝了一口水 趁机给她使眼色 没看到顾雨琛盯着我看吗 离都离了 我可不想让她听到什么不该听的 天天小雨无视我的信号 开始一通胡说 是奶狗还是大叔 说就说吧 还眉飞色舞地碰了下我的肩膀 坐吧 赶紧扶住我 说 我错了 我错了 小心动了胎气 平时这么闹也没什么 但今天不行 顾雨称赞 什么都不行 你给我闭上嘴巴 我恶狠狠瞪了她 瞪了又瞪 难道是真的 不会是上次隔壁演播厅 过来约您的小奶狗吧 不过也不像 太嫩了 还是上次那个投资商金主爸爸 他看你的眼神都带着光 到底是谁呀 快告诉我吧 我回去就找根线 把你的嘴缝起来 顾雨琛站在我的斜后方 所在之处 气温骤降 她的脸都黑了 我更慌了 把保温杯扔给小雨 我转身就跑 为了方便上下班 我在公司附近买了一套小公寓 住起来挺方便 离婚以后 顾雨称分给我几套房产 我没去住过 她给的东西就像她这个人一样 冷大空 我十五岁的时候 父母意外离去了 爷爷陪我到二十岁也走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本来以为顾雨琛能给我一个家 可她给我的也只是个住的地方 闭上眼 满脑子都是刚才采访时 她的一举一动 果然 不怕男人渣 就怕男人长得好看 顾雨琛完美地长在了我的审美上 令我无处顿逃 梦从我俩离婚那一刻 就该结束了 我也期盼过能跟她倒白头 后来突然醒悟 我这个人大概是天煞孤星 注定该一个人的 这么一想 离婚的事就坦然多了 我睡得不好 一阵阵地藕酸水 顾雨琛的脸交织在我梦里 我睡一会儿醒一会儿 天快亮才睡下 幸好第二天休班 不然又得挨领导骂 突然想起小雨的话 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 跟顾雨琛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我俩几乎没什么交流 除了在那世上 之前有做错失 后来被催生 索性就不用了 她三十出头正直壮年 体力充沛 身体健康 让我怀孕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我难道真的怀孕了 这个念头像长发公主的头发一样 蜿蜒占据了我整个脑袋 这件事情不弄清楚 是没心思做其他事情的 正好我也修班 就开车去了诊所 走廊的长椅上 我拿着化验单呆坐着 认身六个周 必抄单子上那个小小的运囊 还看不出人模样 但大夫说有了胎心胎牙 一切正常 我都想笑了 好家伙 离婚就中奖 这是走了什么 狗便便运 造孽啊 我就不该贪图顾宇琛的美色 我俩的爷爷是顾娇 顾爷爷很喜欢我 一直叫我小星星 小时候 我跟爷爷去过顾家几次 再往后来往就少了 直到我爷爷生病那年 顾爷爷又出现了 我跟顾宇琛在一起 其实就是家里安排的 大伯的生意需要顾家 顾爷爷也重义我做孙媳妇 水到渠成 我们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只是我没想到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他痛快地答应 当着长辈的面 只提出来一个要求 隐婚 这倒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毕竟我也算是公众人物 长辈们一开始不乐意 碍于顾宇琛坚持 也只能作罢 隐婚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他不想公开 我也有自己的事业 要拼 单身自然有单身的好处 顾宇琛个性高冷 我俩平时没什么话好说 只有在那方面出奇的合拍 事前事后 顾宇琛完全两个人 很难想象 他在得知这个孩子后 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应该不会在乎的 一个月前 我提离婚的时候 他只是皱了皱眉头 整个人消失不见三天 随后就同意了 他对我没感情 更不会期待这个孩子 男人哪有事业香 我压根就没想过 把这件事告诉顾宇琛 我拿起电话 只能打给小宇 喂 小宇 我在医院 对 我怀孕了 医生说 孩子有了胎心胎牙 就是个实实在在的小生命 那种感觉很奇妙 小宇在电话那头 鸡里呱啦一大堆 听得我耳朵疼 我没想过不要他 因为在这个世上 他是唯一跟我有牵连的人 是亲人 我一只强有力的大手 攥住了我的手腕 是顾宇琛 黑着一张俊脸看我 陈兴姐 陈兴姐 你打算怎么办呀 要不要这个孩子 要不要 一阵慌乱中 按到了手机的免提 小宇这个过躁的大喇叭 一串鞭策灵魂的死亡问题 直逼脑门 顾宇琛的脸更黑了 深邃的毛子紧了紧 腕子一拧 不疼 手指却拿不住手机 要 顾宇琛对着手机沉声说完 果断挂了电话 你 这什么跟什么 简直强盗 话说我前脚刚确认怀孕 后脚顾宇琛就到了 不早不晚时间刚刚好 仔细一想 这多亏了我的前婆婆 医院高管 做了几十年的科研 我跟顾宇琛在这里做的婚检 有档案 但凡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她 肯定第一时间知道 这么一来 怕是全家都知道了 你来干什么 我捏紧了手里的报告单 跟她大眼瞪小眼 虽然有点心虚 但气势上不能输 接你回家 她手上一使劲 直接把我拽到怀里 力道拿捏得刚刚好 没有弄疼我 切 此时此刻 我的嘴边差点冒出一串脏话 我们已经离婚了 顾先生 我好心提醒 至于她高不高兴听 我全不在意 顾宇琛的脸色更难看了 墨黑的瞳孔 像是要把我吞噬 她压抑着情绪 缓缓松开了我的手腕 我借机往后退了几步 这几步相当重要 旁边就是电梯 待会儿逃跑的几率能大点 其实你不用想太多 孩子也不一定是你的 我故作轻挑地说道 男人都爱面子 希望他也是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顾宇琛这种 无力不起早的奸商 一眼就识破了我的奸计 挂在唇角的笑 就跟脆了毒似的 嘲笑我的谎言 有多别角 日子对得上 我不信你 还有精力找别人 我 真想原地爆炸 不要脸 这是真的不要脸 有几次实在没精神 他让司机送我去的公司 也是那种时候 会从他脸上 看到不一样的神情 就像是男孩子 恶作剧后的得意 带着点不确定的欣喜 你想怎么样 话说到这份上 在扯黄显得幼稚 既然当初要求引婚 他对这场婚姻 也不怎么满意 那孩子就更是个麻烦了 我仰着下巴 跟他要个答案 也想借此机会 彻底跟他划清界限 复婚 他说的没有半点犹豫 顾家是有钱 他长得是好看 可我要的 不是这样的婚姻 我是个孤儿 但我不想一直孤独下去 顾宇琛太冷了 给不了我想要的温暖 但这些话 我不会告诉他 顾先生 你要不要这么自负 凭什么就觉得 我会答应复婚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 我有能力生下来 抚养他长大成人 我已经不需要你了 我说完 手心里都是汗 他一定很生气 这就够了 只要愿意 并不缺给他生孩子的女人 我只要逃得够远 躲得够好 就不会再跟他有交集 我的那些吃那些愿 全是年少无知的一厢情愿 梦醒了 一切归零 及时止损 大家共赢 顾宇琛咬紧了后槽牙 脸色黑出了新高度 什么意思 我往后退了一步 用余光看到 电梯还有两层就到了 去赴刘子 懂不懂 电梯门开了 我快速闪了进去 骄傲地对他仰起了下巴 顾宇琛被挡在外面 连同他错愕的眼 还有那张快要着了火的帅脸 我深吸一口气 紧绷地闲松下来 浑身的力气 瞬间抽走了大半 庆幸自己闪得快 不然真不知道 该怎样面对他的怒火 出了电梯没走几步 完了 又想吐 肯定是医院消毒水的味道作祟 我摘掉口罩 大口地呼吸着空气 拿出手机打给了小宇 关于我跟顾宇琛 隐婚这件事情 连我的助手小宇都不知道 他打破砂锅问到底 非要把刚才在电话里 说要的那个男人挖出来 我死猪不怕开水烫 怎么都不张口 他就恐吓道 要把跟我传过绯闻的男人 都问个遍 说归说 怨归怨 最后还是小宇开车 把我送回了家 打扫卫生 做饭做菜 顺便买了一堆孕妇专用的 维生素补品 我靠在小宇身上 心满意足地吃着手里的桃椒 你要是个男人 我就嫁给你 娶姐不用彩礼 我有房有车 什么都有 你人过来就行 哼 省省吧 我可没那福气 不过你可想清楚了 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单亲妈妈 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小宇忧心道 走一步算一步呗 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 我既然能生就能养 我笑道 小宇想骂我 又苦于我是个孕妇 不好发作 只能憋回去 果然 小宇就是预言家 第二天一去公司 就让我感受到了单亲妈妈的不容易 昨天 那个采访草点满满 我怀孕的事情 像点了火的炮胀 霹里啪啦 炸了一大串 飞闻难事 茶水间 员工餐厅 演播室 导播间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有谣言 我今天有个采访 需要出外景 跟我搭档的摄影大哥 还算含蓄 也是试探了好几次 化妆师年纪小 就比较直接 上来就霹里啪啦 一大通灵魂拷问 问题老套没有心意 但不乏让人尴尬地用脚趾挖个三十一厅 终于把化妆师应付过去 坐在旁边的同事刘姐凑过来 小声问道 陈兴 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 就你昨天吐那两口 肚子里的保准是个儿子 我笑笑 也不否认 反正孩子就在肚子里 至于是男是女 全是天意 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 我可听说了 是不是前些时间追你的那个金主爸爸 刘姐给我甩过来一个 都懂得的眼神 眼着嘴笑起来 就说全公司数你精 那些小姑娘追明星 一门心思找长得帅的 有什么用 到头来还不是有钱才是王道 虽然年纪大点 但只要对你好就行 生个儿子傍身 到时候家产还不全是你的 我尬笑 姐还真不是 金主爸爸是个好人 背锅也比别人快一步 刘姐拍了拍我的手背 笑得别有深意 本想着话题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没成想摄影大哥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把摄像机光当网桌上那么一放 乖乖 十好几万的东西 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这是谁惹你了 摄像大哥什么都好 就是生气爱摔东西 摔什么都好 千万别把吃饭的家伙给弄坏了 刘姐哥那儿说你坏话 说你磅上大款了 大哥吹胡子瞪眼道 我摆摆手 一脸不在乎 拿起粉刷对着镜子补妆 说就说呗 别理就是了 他说的也没错 顾宇琛就是大款本款 我就是不信你是那样的人 咱们在一起合作有些年头了 要帮大款 你早就帮了 还用等到现在 大哥义愤填膺道 说的我还挺感动的 我说陈星啊 你是个好女孩 可不能学那些追星的 被脸冲昏的头 你肚子里的孩子 是不是前几天那个小明星的 他话风一转 我赶紧捂住他的嘴 哥 你是我亲哥还不行 不是那个小明星的 我跟他压根什么事都没有 摄影大哥反复确认 这才半信半疑地走了 我松了一口气 手付在肚子上 孩子啊 人生艰难 你还没出事 就要承受这些 要怪就怪你爸爸好了 我的飞文瑶 还在满天飞 顾宇琛的八卦 就已经悄悄拔第三尺了 这件事情起因 是他那句老婆孕吐了 我得赚奶粉钱 众所周知 顾宇琛身为商业娇子 裹着金子的钻石王老五 一直都是单身 突然在大众面前 说要养家糊口 无疑是向大家透露 已经结婚生子的消息 生子大家不在意 在意的是结婚 毕竟能嫁给顾宇琛 现上了多少人的眼 我在茶水间泡牛奶的时候 听到的八卦 简直比今天最佳故事片 还要精彩 版本一 顾宇琛大学毕业就结婚了 对方是同样 家世背景的名门望族 家族联姻 没有什么感情 但相当稳定 版本二 顾宇琛的结婚对象 是一名外国人 他这几年 着力开发国外市场 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借此机会跟妻子团聚 版本三 顾宇琛跟一名 小他八岁的大学生闪婚 最近他资助了一所大学 就是为了那个幸运的女孩 其他的版本络绎不绝 什么早年被抛弃 无心爱情只拼事业 现如今对方归来 两人重结良缘 还有的竟然说他是同 我刚开始听着笑了 后来听不下去了 有点想吐 赶紧喝口牛奶压压惊 陈兴姐 喝牛奶呢 牛奶好 有营养对孩子好 一个漂亮的小主播 手里端着咖啡 笑着走过来 话里有话 我不是听不出来 是啊 少喝咖啡 小心变黑 小主播气得直撇嘴 我得意地端着牛奶 转身离开 哼 跟我耍嘴 还嫩得很 一天外景拍摄结束 顺顺当当的没什么事 就是路走得多了 小腿和脚有点肿 小雨不放心 非要送我回家 我俩说说笑笑 拎着吃得往回走 门口小山似的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礼盒 真有钱 验我海参整箱整箱送 还有这个国外进口的补屑口服业可贵了 是不是孩子他爸送的 小雨笑道 我看了看 这些东西是不便宜 凭我的经验 真不是孩子他爸送的 倒像是他爸的助理 离婚前 我的生日 结婚纪念日 还有别的重要节日 都会收到礼物 只不过送的人不是顾雨琛 而是他的助理 他那么忙 怎么会有时间给我送礼物呢 况且一个隐婚的妻子 带不到台面上的 你喜欢哪个就拿回去吃 这么多我也吃不了 我用脚踢开礼品盒 心头一阵烦闷 我不是矫情的人 也不是物质至上 有些事情用了心和没用心 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敷衍 别借 我又没怀孕 待会儿我给你拿进去 你站了一天了 赶紧回去歇歇脚 小雨按下指纹锁 拽着我回了家 她经常来我家 有时候我懒得起来开门 索性就录了她的指纹 她小小年纪 就跟个奶奶似的 八卦过灶 但也暖心 陈兴姐 你想要个男孩 还是女孩 她一边给我削水果 一边问道 都好啊 我无所谓 男孩女孩都是缘分 男孩长得像妈妈 女孩长得像爸爸 你那么漂亮 我希望是个男孩 女孩长得像爸爸 会像顾雨琛吗 我摇摇头 很快打消这个念头 她是我的孩子 长得像谁我都会爱她 我坚定地说道 其实我一直搞不明白 现在你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公司那么多小姑娘 虎视眈眈的盯着你的位置 为什么要在这个结果眼上 留下这个孩子呢 小雨疑惑道 我笑了 目光看向远处 她是我在这个世上 唯一的亲人 小雨愣了愣 眼里运了泪 伸手搂住了我的肩膀 以后我就是她干妈 唯一的干妈 我们笑在一起 吃着助理拿来的补品 不花钱的就是香 这天刚上班 主编就把我叫进了办公室 主编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性 成熟干练 说话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 一进来就开门见山道 咱们最近有个挺重要的采访 大家一致推荐了你 我能问下采访的是谁吗 我问道 总觉得有种鸿门艳的味道 主编耸耸肩膀 轻松说道 那是当然 介于上次你的表现 我们采访顾宇琛的那期节目收视率爆棚 直接碾压其他台同类节目 我们中层讨论决定呢 想趁热打铁 观众对顾宇琛这种商业精英 热度还是很高的 想着再对她进行一次采访 你有过经验 也熟悉她的习惯 选你最合适不过了 你说呢 我说呢 你们都决定好了 还来问我 明摆着就是不让我说不 但 我跟她这种关系 尤其是多了个孩子 更不好再见面 主编 首先非常感谢对我的认可 放在以前我肯定义无反顾 好好完成工作 但现在 您也知道 我有点力不从心 我故意挺了挺肚子 虽然现在她还只有残动那么大 主编顺势看向我的肚子 点头道 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问题 单亲妈妈不容易 以后要给孩子挣奶粉钱的 做完这个案子 奖金三倍 不动心吗 我 主编大人 您是学心理学的吗 这么狠 我哭笑不得 这个活儿 铁定砸我头上了 她笑道 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都是女人 出来打拼不容易 有钱傍身总是好的 该死的金钱 万恶的金钱 我还是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斟酌半天 我终于还是打通了顾宇琛的电话 其实大可不必太纠结 这电话一般打过去 都是她的助理来接 喂 深沉带有雌性的声音 不是顾宇琛还有谁 我 我慌了神 提前想好的话 全忘干净了 陈兴 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吗 她问道 声音中带着几丝欣喜 我深吸一口气 平复下心情 公事公办道 是这样的 我们想对您再次进行采访 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有 具体时间 我会让助理通知你 她答应得很干脆 那 那谢谢顾总了 我们再联系 我有点意外 她可能是为了孩子 如果没有这个孩子 我一定没有这么容易约到采访 顾宇琛是公认的工作狂 她赚钱的速度是以秒计算的 完全没有必要 跟我在这浪费时间 干得不错 主编对我笑笑 意义非凡 我又尴尬了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的 但看这样应该都听到了 连自我介绍都没有 轻飘飘一句话 就约到了采访 主编这种人精中的人精 不难看出猫腻耳的 顾宇琛再次出现在演播室的时候 我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身上的浅粉色套装极其合身 月份小还没显怀 我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几个问题下来 现场气氛缓和了些 我也进入了状态 不得不说 这次她比上次更善谈 风趣幽默 头脑灵活 思维敏捷 不知道节目播出后 又有多少个年龄段女性 被她夺走灵魂了 采访进行到一半 中场休息 累了吧 喝点水 顾宇琛递过来一支保温杯 我惊呆了 众目睽睽之下 她这是干什么 以前没离婚的时候 都不带这么玩的 现在突然做这个 是怕别人猜不出 我俩的关系吗 谢谢顾总 您真身事 我自己带着水 我强撑着镇定 脸上的表情 已经是皮笑肉不笑 她的目光 一直凝结在我身上 唇角还带笑 由于采访嘉宾的状态实在太好 进行得很顺利 我暗自庆幸 今天可以提前收工了 也是跟上次一样 采访一结束 我就跑了 跑得太快 差点跟前面的人撞到一起 星星姐 上次你可答应了 要跟我吃饭的 今天我过来录节目 明天就要飞别处了 你赶紧地下班 陪我出去吃饭 是同为 小雨口中的奶狗 最近挺红的流量明星 之前我们一起录过节目 他人长得漂亮又机灵 跟我挺投缘的 说跟他吃饭 只是逢场作戏 没想到这小孩竟然当真了 还一直追到了演播室 姐姐今天真有事 改天吧 改天一定请你吃大餐 我苦笑道 希望这孩子能别再 那么死心眼 什么事也带我去 同为见嗖嗖地笑了 笑得我只想抽他 这时 后背传来一阵温热 紧接着头顶上方 传来熟悉的低沉嗓音 他去保胎 你去干什么 我 同为 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 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劲了 顾宇琛这个挨千刀的 都离婚了 这是闹得哪出 星星姐 你跟他 同为就怕别人猜不出来似的 又反复瞄了瞄黑 我低头捂着脸 小声呵斥了道 小孩 别瞎说 顾宇琛的手 直接搂上了我的腰 顺道往怀里带了带 那低沉的嗓音 就在我耳边响起 工作了一天累了吧 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去 都是要当妈的人了 就别跟那些小孩胡闹 同为一听 炸了毛 平时他最烦的 就是别人叫他小孩 我说你谁呀 你凭什么管星星姐 你跟他什么关系 顾宇琛也不理他 一双深邃的毛子 压根不往他身上落 碾压式的无事 他稍稍用力 我就嵌进了他怀里 我抬头跟他目光相对 只是一瞬间就察觉出他又憋了什么坏水 我挣扎想离开 却被他裹得更紧 他就这么搂着我 大大方方的宣誓主权 大家都辛苦了 我请大家喝下午茶 陈兴性子要强 以后还请大家多照顾 感谢 结果 大家看我的眼神更不对劲了 我 去他们的 小宇这个家伙跑上来 拽走了踩了尾巴猫似的铜尾 顾宇琛的助理送过来 包装精美 号称全是最贵的甜点和咖啡 我一个人开车回家 我要静静 我想静静 让我一个人静静 现在婚都离了 顾宇琛是发生变异了吗 最近过分热情了吧 我想得脑子疼 赶紧洗洗睡了 睡到第二天清晨六点多 电话铃就响了 是顾爷爷 顾家最疼我的人 一接电话 爷爷就在电话那边咳 咳得上气不接下气 嚷嚷着自己快不行了 我安慰了几句 赶紧起床梳洗 开车去了医院 这家医院 就是我婆婆做高管的那里 爷爷住的是豪华单间 一群人被挡在门外 屋里叮铃当当的在摔东西 陈兴啊 你总算是来了 爷爷昨天闹了一夜 今天早上 不得已才给你打的电话 快进去看看吧 我前婆婆说道 我推门进去 已经做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有被震撼到 屋里的东西是摔得差不多了 被单被撕成了条 但凡生点病的都没这手劲 爷爷 您这是想越狱 把被单条系起来 顺着窗户扔下去 电影上都是那么演的 穿着病号服的爷爷 闻声转过来 一看见我眼眶都红了 小眉良心的 白眼狼 亏得老头子 我这么疼你 说走就走 连个招呼都不打 阿琛那个小王八蛋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 这婚怎么能说离就离呀 被他这么一说 我眼眶也一阵发热 我俩 我俩没有感情 强扭得瓜不甜 我的本意是这些 可话都没说完 就被刚冲进来的 顾宇琛给打断 爷爷 我俩错了 您没事吧 他轻轻拉了我一把 把我半挡在身后 小王八蛋 我没事 我差点被你给气死 你把小星星气走了 你说怎么办 爷爷冲上前 耳瓜子照着 顾宇琛的胸膛胳膊 一顿猛拍 光光光地响 我听着都疼 小星星要是不原谅你 我也不活了 活着也没什么念头了 我 我就从这窗户跳下去 爷爷可能是受到我的启发 这回真想越狱了 他老人家把腿就跑 一股脑爬上了桌子 大家都吓坏了 顾宇琛冲在最前面 还有门口的几个护工 也来帮忙 把爷爷拽了下来 要死要活地闹了一个上午 我累得只打哈欠 爷爷吃过午饭去睡午觉了 但表示绝不出院 除非我回顾家 我跟顾宇琛深感无奈 可老小孩老小孩 不能打不能骂 只能哄着 我俩来到走廊上 找个没人的地方静静 爷爷的事 你打算怎么办 我问道 复婚不太可能 我又不想跟他演戏 先问问他是怎么打算的吧 听爷爷的话 他说道 我们两个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我不想再错下去了 我叹气道 顾宇琛看着我 皱起了眉头 其实我也在反思自己 当初明明知道 我们没有感情基础 怎么就同意嫁给你了呢 我想要一个家 有温度的家 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丈夫 你每天都在忙工作 我会觉得自己很多余 你从心里就没接纳我 不然也不会提出隐婚 咱们放过彼此好不好 你真是这么想的 他自嘲地笑笑 低声问道 很早以前就这么想了 只是那个时候 还傻乎乎地以为会日久生情 你还是很有魅力的 很帅 这点我不否认 毕竟我很吃他的眼 可是我们现在有了孩子 他看我的时候 毛子一闪一闪的 像是燃起了希望 如果我们过得不好 孩子也不会幸福 我说道 顾宇琛看着我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可还是什么都没说 低着头去给我买午饭了 我看着他落寞的背影 心头一阵烦闷 片刻 前婆婆走过来 对我摆摆手 带我去阳台上透透气 外面舒服了些 我紧张地为 和嗡嗡响的脑瓜子 瞬间松缓了不少 喝点水吧 孕吐还厉害吧 前婆婆拉我在长椅上坐下 递过来一支保温杯 这支保温杯 跟那天采访时 顾宇琛的一样 最近不咋厉害了 偶尔会吐 我笑着拒绝 没有伸手去接 她拧开了杯子 一股清新的药香味扑面而来 这是我那傻儿子亲手熬的 说是能缓解孕土 差点把厨房给炸了 我挺惊讶的 比看到顾爷爷跳楼还要惊讶 她那天从医院回来 一头钻进屋里 也不吃晚饭 也不开门 第二天出来 就抓着我问孕妇吃什么好 那天就没去公司 带着助理 逛了全市的母婴店保健品市场 买了一堆她认为 对孕妇好的东西 呵呵呵 直男品味 吓到你了吧 前婆婆说道 来自亲妈的嘲笑 往往更直逼灵魂 是挺惊讶的 我家厨子都装不下 恐怕等到生都吃不完 我还以为是她让助理随便买的 我嘀咕道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阿琛其实很喜欢你 她语重心尝道 我错愕地瞪大了眼睛 喜欢 不可能吧 她跟我在一起 更多的是敷衍 我那个傻儿子 什么都好 就是情商低 直男属性 他就是个工作狂 确实不知道该如何细腻地处理男女关系 但是真的喜欢你 有件事你不知道 你们一登记结婚 她就转让了名下的公司股份给你 怎么会 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 她没说 但是做了 她最怕水 小时候被枪过 就留下了阴影 度蜜月陪你去了海岛 她讨厌吃甜食 但是你做的菠萝蛋糕 她每次都会吃完 她性情寡淡 喜欢黑白色 你把卧室装成五颜六色 她只觉得好看 不是我向着自己儿子说好话 是这块木头只做不说 我看着都着急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串了一遍 有的 都有的 去度蜜月的时候 每次坐船 她都黑着一张脸 我以为是她不喜欢 觉得厌烦 至于菠萝蛋糕 她不说好吃 也没说不好吃 我就照着自己的喜好做了 顾宇琛还真是块木头 这么看来 生日 结婚纪念日的礼物 也不是助理帮着买的了 这位顾先生 红女人的手段 真是弱到爆了 顾宇琛给我带饭回来 饭是温热的 用粉色的保温饭盒装着 我尝了一口 味道不错 带着一股子浇糊味 这不会是你亲手做的吧 我一语重地 她强装镇定 外面的饭菜不卫生 多油多盐对身体不好 我一口一口吃着饭 有那么一瞬间 有点淡淡地来自家的暖意 爷爷在医院折腾了三天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招数都用上了 最近开始研究墙上的插座 吓得医院直接找人给封上了 顾宇琛发了好大的脾气 被爷爷以更大的火气对了回去 最后两个人不知道达成了何种不平等协议 爷爷同意出院休养 并签下人身安全保证书 我回公司上班 同事都开始谄媚巴结 虽然说心里鄙视得很 但被人恭维确实很受用 下班的时候 顾宇琛来接我了 破天荒头一次 她开着那辆豪华跑车 堂而皇之地停在我们公司办公楼下 豪车帅哥 一脸的生人物尽 回头率是杠杠的 说实话 我真不好意思 拿包挡着脸赶紧跑过去 送我回了家 她偏要跟我上楼 我买了食材 回去给你做饭 她从后备箱拎出两大袋子肉和菜 喜滋滋地上了楼 这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总裁 变了脾气了 都下厨房了 只不过我开始担心厨房 熬个药都能炸了 炒菜就更危险了 咚咚咚 呛呛呛 我吃着枣 依靠在门框上 看她切菜做饭 智商高的人真的学什么都快 第一次吃她做的饭 还带着古椒糊味 这一次看起来像模像样了 餐桌上摆着三菜一趟 好吃吗 她带着我的碎花小围裙 一脸期待地问道 嗯 不错 很鲜 我点头称赞 好吃就多吃点 她傻憨憨地笑了 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 正是这种人间烟火气 最腐烦人心 一连几天她都来我家做饭 吃晚饭收拾完了就走 我不开口流 她也不提要求 这天晚上下起了雨 外面雷电交加的 她一边刷碗 一边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陈兴 今天下雨了 她说道 还别了别嘴 猛难撒娇 这种杀伤力更大 那就留下吧 睡沙发 明白 我转身回了房间 收到 有些事情 有了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 比如在我家过夜这件事 她从做饭收拾卫生 发展到现在陪看电视 给我按摩 有时候 我觉得发展得太快了 我还没有做好原谅她的准备 但往往擦枪走火 就在一瞬间 她抵着我的额头 气息都乱了 撑着胳膊 不敢压到我 让我亲一会儿 一会儿就好 记忆中的甜蜜 翻江倒海袭来 我俩都很投入 彼此的呼吸缠绕 以至于连有人进来了 都不知道 就在我俩稳得难舍难分之际 神奇的小雨 自己开门进来了 我先看到她的 沙发跟前突然站了个人 吓得我浑身一机灵 后来 顾雨琛也吓到了 赶紧抓过盖毯 把我裹岩石 出去 她暴力吼道 小雨这才反应过来 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高兴得很 姐 我就说你有福气吧 还真把顾总 这么个奇珍异宝 给拿下了 肚子里的孩子 也是她的吧 以后发达了 可别忘了我呀 我先走一步 你们继续哈 小雨放下手里的东西 逃之夭夭 这么一闹 任谁也没了兴趣 顾雨琛 颓然倒在沙发上 紧紧搂着我 她怎么能进你家 小雨是我助理 就录了她的指纹 我回答道 我也要录指纹 她抱紧了我 薄唇在我颈侧 亲吻了几下 你还想尝住啊 我怕羊往后缩着脖子 她都能随时来 为什么我不能 我还要每天过来 给你做饭 她撒娇道 别这样 一点都不像顾雨琛 哦 顾雨琛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她笑着问道 冷冰冰的大冰块 对什么事情都不在意 满眼只有工作 回来就去书房 不会甜言蜜语哄我 也不会准备浪漫惊喜 还有 她所有的事都喜欢藏在心里不说 她低头稳住我 堵住了那些控诉 她可真不是个东西 一稳作罢 她总结如下 知道就好 以后不会了 我保证 顾雨琛跟我求婚了 烛光晚餐 玫瑰花和钻石戒指 一样不落地落入俗套 但是我依旧很开心 她包下了整个餐厅 后来才听亲戚说 原本求婚有三个方案 其中两个都是在室外 人多的地方现场求婚 肯定够浪漫够震撼 可是在商场上叱咤风云 在电视采访中应对如流的顾总 求婚的时候却耸了 她选择了最没有心意的烛光晚餐求婚 当她担心跪在我面前 手持玫瑰和钻戒的时候 我差点哭出来 虽然俗套 但是管用 陈兴 曾经有一份爱情摆在我面前 可是我没有好好表达 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不藏着掖着 我要大声对你说 我爱你 爱了许多年 陈兴 嫁给我 好不好 好 我答应你 我把手放在她掌心 她的体温迅速传到我身体里面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跟我有牵连的不只是孩子 还有她顾雨琛 后来 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我们的孩子很给力 没有折腾 乖乖地睡在我的肚子里 晚上的洞房花竹夜 新郎官忍得难耐 我却幸灾乐祸 妈会直接提着刀过来 把你关进客房 行吧行吧 谁让我欠你的呢 后来 问起顾雨琛想要引婚的缘由 她更委屈 我处于主播事业上升期 一旦结婚 相当于自毁虔诚 她担心我会因此拒绝结婚 所以才想出引婚这么个折中的法子 我被顾雨琛逗笑 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 她真是直男本尊 接下来 整个孕期 我都过着皇太后搬的日子 为了更好地照顾我 婆婆和爷爷都搬过来了 这可把我老公愁坏了 以前还能亲亲 现在多了两个人肉监控 更是不能施展了 好在我还有几天就要卸货 胜利再忘了 关于分娩去医院这件事 我们已经提前演练过好几次 婆婆请教了资深妇产科专家 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预案和实施流程 保准万无一失 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 我的孩子迫不及待要来到这个世界了 我老公穿着睡衣 一副如林大敌的模样 手忙脚乱拎着带铲包 开车走最短的路线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才发现自己竟然没穿拖鞋 头发乱糟糟 手忙脚乱的样子像急了孩子 我想笑 但是已经笑不出来 阵痛越来越频繁 我的孩子就快要出生了 被推进手术室那段路 是我人生中最忐忑不安 又最充满期待的时刻 我不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 我有爷爷和婆婆 还有爱我的老公 未来还有一个孩子 爸爸妈妈还有爷爷该放心了 我生了一个男孩 长得像爷爷 红红的皱巴巴的小脸 看起来像个小老头 爷爷给他起了小名叫小太阳 除了皮肤够红之外 还希望他像太阳一样发光发热 有所作为 老婆 谢谢你 他攥着我的手 眼眶发红 我是顺产 第二天就能下地 但我的直男老公 还是被产妇的产后护理给吓住了 我笑笑 没了力气只想睡觉 孩子哭了 声音很嘹亮 快去看看孩子 我缓缓睁开眼睛 催促道 我笑了 笑得甜蜜又幸福 你也去睡一会儿吧 不要总守着我 会累坏的 我捏捏他的指头 我不要 我的老婆这么美 一眼看不住 被人拐走了怎么办 他越说越孩子气 不会的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一言为定 初次见到叶晨星 是他六岁的时候 我比他大三岁 已经是个半大的男生了 他跟着爷爷来我家 小鹿般的眼睛很漂亮 妈妈说他长大后 一定是个大美人儿 会有很多男生喜欢 我没说话 心里闷闷的 后来 他来过几次 我带他在家里玩 我们在院子里的 香樟树上刻下名字 雨琛和陈兴 这么多年了 树越长越高 刻在上面的字 越来越模糊 他已经忘了吧 我却一直记得 中间隔了很多年 没有见面 直到他的父母去世 葬礼上 十五岁的他瘦瘦小小的 看起来很孱弱 但后背挺得笔直 他的脸上没有伤悲 眼睛里没有泪水 一直乖巧地掺着叶爷爷爷 我知道他很伤心 他的坚强让我敬佩 真正的一见清心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长大后 爷爷提出联姻 我同意了 除了叶晨星 这些年找不出第二个 让我心动的女孩 我想他也会同我一样 期待这场婚姻吧 我会爱他 好好待他 如同天上的星辰 可是再一次偶然 我无意中听到了 他跟同事的谈话 他说 目前没有结婚的打算 女主播结婚了 就是自毁事业 他很喜欢自己的工作 我竟然变成了他的富蕾 我很自责 也很委屈 这么多年的期待落了空 情绪低落了好久 既然这样 那就隐婚吧 能如他的愿 不影响事业 也能遂我的愿 留他在身边 他喜欢的我好像都不喜欢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所以他就好了 他总是问我 是不是不高兴 我很高兴 但就是笑不出来 可能天生笑机不发达 一次好友说 爱就要让女人感受到 我可能有点矫枉过正了 但每次都忍不住 她是那样甜美 让我机遇失控 我想每天都早早下班陪着她 只是看着她都觉得幸福 但海外公司刚起步 我得跟上 空中飞人的滋味不好受 只能想着家里有人在等着我 这样时间才能过得快些 我不在的这些日子 她过得很潇洒 绯闻难有一个接一个 妈妈的话应验了 她很漂亮 有很多男人喜欢她 这种感觉糟糕透了 我想找个突破口 却无能为力 更糟糕的是她提出了离婚 我真是个傻瓜 把事情搞砸了 与其让她不快乐 还不如放她自由 我同意了离婚 离婚一个月 我差点崩溃 机缘巧合 我接受了她的采访 她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当妈妈给我打电话 说她怀孕的时候 我高兴地差点飞起来 没有什么比这个孩子 来得更及时的了 即使她不爱我 也会爱这个孩子 为了孩子 她会回来的 兜兜转转一大圈 事情回到了原点 我承认 自己是个慢葫芦 直男属性报表 不懂女人的心 她也是个驴脾气 一旦认准的事情 怎么都拉不回来 其间多亏了爷爷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 还有妈妈恰当地正确引导 再加上 我小伙慢煮的温情熏陶 终于成功追回了媳妇 当初爷爷同意出院 就是我拍着胸脯保证两个月内复婚得来的 她答应了我的求婚 虽然形势俗了点 但有效就好 最后 我们收获了一个娇滴滴的奶娃娃 爷爷叫她小太阳 比我更俗 看来我家的直男属性是遗传的 以后可别赚给我儿子 娶媳妇都麻烦 毕竟 她老爹九岁就遇到了真命天女 她的运气全靠自己来修了 有时候 她会傻里傻气地问我 为什么一开始 没有像现在对她这么好 为什么消失三天后 同意离婚 只想了三秒 那个时候 你一副不缺我的样子 我又怎敢打扰你 我那个时候 态度真的很不好 我点头 成功把球踢回去 有些错不能认 况且离婚本就不是我的真心 那现在呢 她甜甜地笑着 付过身来 在我唇上印上一吻 不错不错 我细细品味道 再要个女儿好不好 她围在我怀里 小鹿般的眼睛眨呀眨 对我来说是致命的诱惑 待审批 现不予答复 我俯下身 吻了上去 现在的三口之家刚刚好 至于二胎什么时候 排上日程 就让她一切都随缘吧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然后再见 可以 coin bye Competition